西安这个地方值得经济回味品味 你看你说看山的话张家界的山就不错 你看水吧九寨沟的水就不错 你要说看这个草原的话 原来蒙古草原不错 你看城市建设那太多了 广州深圳上海那重庆哪都比西安好 那你西安有什么值得人看的呢 西安的油块这么多 西安是让我们放开历史的剧业 西安是让我们知道原来中华人文出主 安葬在陕西的地方 西安让我们知道了这里的历史的厚重 西安让我们知道我们身上的习惯 原来是老祖先给我们早就养成的 这才知道原来能找到根在这儿啊 这下恍然大悟 所以为什么叫古古通金呢 我们看住的地方都是汉城湖 你们是汉族 你们读的文字叫汉字 少东民把他们叫汉 好汉 把男人叫汉字 都跟这个汉有关 我们大汉文化在2000年前 把他们疆域打开了 今天的中国人到哪里 我们读的文字是汉字 我们领略的什么 唐文化 对不对 所以在陕西 我们围绕着四个朝代 周秦汉唐 简单吧 周是礼 就是一个人讲不讲规矩 当你讲规矩 你就是贵族 你秦是智 你在这个社会上 在单位上 你如果不讲制度 人家没人跟你来往 为什么 你不遵循制度 秦讲智 汉讲疆域 中国的领土是汉朝的疆土 唐讲文化 所以你有没有文化呢 那么我们小孩从小的背唐诗 我们处狂人 奉歌笑恐秋 首是绿杖 招别黄鹤楼 五月寻间 不辞远 一生浩如名山游 那是文化呀 所以西安之行 我们既是历史之行 也是文化之行 同时也是什么 穿越之行 穿越历史的昼秦汉堂 跟古人对话 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 我们如果再往北走 你知道吗 那里躺着西汉的十一个帝王 不可一世的汉武帝 曾经在位五十四年 林沐秀了五十三年 他就躺在北边 不可一世的当年的韩信 最后被吕智 一个女人 把他在宫廷里杀掉了 他当时死的时候 他给吕智说 我告诉你 你不能杀我 当年皇帝跟我说了 见天不死 见地不死 见兵器不死 你拿杀是杀我 李氏说 你抬头你看能看看天吗 抬头一次房顶 看不到天 往下看是地毯 看不到地 今天不用刀把你杀掉 一群女子上来 拿竹子 竹刀把他捅死了 我看杀得了你 韩信杀完之后 直接埋在那个 一个枯井 把尸体扔 直接扔到哪儿去了 韩信只活了三十六岁 这样一个人节啊 刘邦都崇拜的人 为什么这么早死呢 就是太张扬了 所以在陕西 你发现没有 所有人 即使有钱没钱 都是低调做人 所以秦枪里唱歌 唱的气氛 艳章打骂 上北坡 新坟还比旧坟多 新坟埋的汉高祖 旧坟友葬汉萧和 青荣背上买韩信 武藏元上葬诸葛 这就是陕西 历史有多么的厚重 多少名人躺在这里啊 所以我们这里的小孩 从小接受的都是历史故事 潜移默化 耳濡目染 你难道真没有感觉吗 肯定会有的 这种感觉让你突然觉得 哎呀 你看历史上这么多人物 他当时多么潇洒 最后还不是一泡黄土 所以读到这里 我都想到了 《三国演义》那首 那首词里面说得太好了 滚滚长江东市水 浪花淘季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西阳红 白发鱼翘江竹上 逛看秋月春风 一壶啄酒细相逢 古今杜老师都复笑谈中 得云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